第三百二十七集 两人上台就是全力爆发 王金阳的刀极快 也极强 可李寒松颅骨天成 几乎就是半步金身的节奏 爆发起来 铁拳威力也是大的惊人 四十米的大长刀来了 就在刘大力百无聊奈看着的时候 方平喃喃一声 接着半空中再次出现一道粗大的血色刀芒 李寒松的爆吼声响彻天地 头颅之上金色光芒 如同太阳一般 让不少低品武者看得眼泪横流 也是个耐打的货色 方平再次嘀咕一句 李寒松颅骨天成 入身甚至都带着一些不灭的特质了 此刻全力爆发之下 血色刀芒一落 李寒松不避不退 金色的拳头猛烈向刀芒轰去 而刀芒并非一道 当李寒松轰碎了第一道 很快第二道刀芒落下 第二道 第三道 一连斩下七八刀 两人渐渐落到擂台上 就在此刻 沉默的王金阳忽然低贺一声 全身上下血芒大盛 大河的波涛声从他的身上传出 那是血液流动的声音 很难想象一个人的血液流动 可以传出这样的波涛汹涌声 罗伊川迅速道 骨髓如狗 名副其职 之所以这么说 因为方平这家伙虽然也号称骨髓如狗 可几乎没发挥出任何特效出来 起码没王金阳看起来这么拉风 方平看着王金阳浑身上下 好像被气血覆盖 也愣了一下 接着就按骂一声 显摆个啥 话说 这招他好像不会啊 骨髓如狗不是只能加速气血的恢复吗 还能催动气血 让气血之力更加雄厚 此刻 两人都异象频出 一个如同金身战神 一个如同血色魔王 从脉象上来看 比方平和姚承军的精神力交锋 要好看得多 精神力交锋无形无知 除非到了宗师镜 要不然无法具现 普通人看不明白 血色身影和金色身影不断交错 李寒松的铁裙和王金阳的长刀 时不时地斩击到擂台上 哪怕A级合金覆盖的擂台 此刻也出现了微弱的裂痕 毕竟不是锻造成兵器的合金 两人全力爆发之下 毫无顾忌 实力丝毫不比武品中高段强者弱 斩 就在众人看得眼花缭乱之际 王金阳冷鹤声传来 武者交手 时常爆吼出声 是为了释放压力 一声冷鹤传出 众人只看到血色刀芒 快速磨灭金色的全芒 要分出胜负了 唐峰低声说了一句 话没结束 李寒松也怒吼一声 拳头上泛现出更强烈的光芒 两人全力对鸿一招 血色光影和金色光影同时飙舍而出 就在此刻一些宗师直接出手 在观众区覆盖了一层精神屏障 两道身影撞击在精神屏障上 再次传来巨大的声响 下一刻隔着老远一道血盲冲天而起 王金阳指住退驶 体表的气血之力更加浓郁 血流涌动声更加清晰 一刀斩落下去 刀盲未至地面上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痕 李寒松也冲天而起 双拳快速攻击 却是不断被吓压 王金阳一刀接着一刀的爆发 李寒松几次之后被压得落入地面 直接将地面踩出了一个深坑 炸裂的泥石纷纷四溅而出 此刻王金阳人已经冲杀过来 手中长刀不再爆发气血之芒 举刀斩击李寒松的双拳 火花再次见射而出 周围的一些阻拦物迅速被点燃 很快又被宗师强者精神力覆灭 伴随着斩击 李寒松深陷地面 两个人打着打着 直接陷入了地底 观众们纷纷探头看去 方平则是精神力呈油丝状游离在周边 继续观看 地下传来一阵阵暴鸣声 没过几秒 一道身影冲出 王金阳脚步微微裂切 口中血液涌出 全身血色散去 这时候 众人才清晰看见 他胸口处烙印着一道清晰的拳印 胸骨都有些塌陷了下去 胸口中央的衣物早已炸裂开 观众们有些茫然 这是赢了还是输了 很快 众人有了答案 深坑中 过了片刻 李寒聪才费劲地从地底跃出 比起王金阳 李寒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外伤 可正面看到他的观众都忍不住惊呼出声 此刻的李寒聪 面部仿佛被人一刀切开 金色光芒涌动 正在不断修复伤痕 然而毕竟没有金身强者的恢复力 此刻还没修补完毕 清晰的斩裂刀痕 依旧让人心计不已 王金阳斩中了他的头颅 开挂的家伙 方平忍不住嘀咕一声 李寒聪这家伙 铁头功果然牛亡 被王金阳的刀斩中 居然没被切成两半 伤势也不是太重 看着恐怖实际上也不算太严重 这铁头着实让人羡慕 方平说着 周边几人都翻着白眼看着他 别人可以说 你方平说个求 场上 王金阳看着李寒松 李寒松也不多说 转身往场外走去 他输了 虽然伤势没中到允命的地步 可颅骨也微微有些裂痕 此刻再站下去 那就要分生死了 李寒松一出场 裁判就从天而落 大声道 王金阳胜 继续吗 王金阳脸色不变 点头道 继续 金武第二人 百强榜强者秦泽 丝毫不耽搁 和李寒松交错而过 微微点头 踏空便来 一上场 秦泽就是全力爆发 继续之力汹涌而出 一刀披露 王金阳举刀反击 却是倒退束部 微微皱眉 胸口处血液喷涌而出 对面的秦泽脸色 微露凝重 也不耽误 继续疯狂攻击 王金阳避退了几次 手中长刀未再出击 纠缠了几分钟 王金阳忽然抽刀而出 巨大的刀芒再次出现 一刀披露 秦泽口中鲜血涌出 到飞一劫距离 却是再次杀了回来 王金阳咳嗽了一声 再次回到斩棘 如此接二连三 秦泽身上出现多道 深可见骨的刀痕 最终无力再战 不得不退场 接连战败两人 王金阳其实已经是强弩之末 看台上的方平 微微皱眉道 再倒下去 要伤根基了 王金阳很强 这点方平承认 李寒松实力不比姚成军弱 也许会更强 当然 两人未交手 难说 姚成军在方平这边弱势 那是因为 他的强项精神力被克制了 可遭遇李寒松 那就是巨大的优势了 谁胜谁负难说 王金阳比李寒松 要稍强一截 不过战胜了李寒松 也负伤不清 又遇到秦泽的拼命打法 此刻再打下去 内负伤势就严重到了极致 而金武 还有一位死品巅峰 哪怕不如秦泽这些人 死品巅峰的武者 也不是重伤的王金阳 轻易可以击败的 唐峰微微摇头道 可能是不想和你遭遇 姚成军受伤 你看起来没太大事 占姚成军 他还有希望 第一军校整体实力 也不如我们 可占我们 难了 南武这次输了 就要遭遇魔武 魔武的陈文龙这些人 都完好无子 方平又胜了姚成军 王金阳会很难打 反之战胜了金武 接下来和第一军校打 也许还有希望进入决赛 方平两人说话间 王金阳选择继续 这一战打得更艰难 王金阳中途几次避开了对方的攻击 开始以躲避为主 然而依旧被对方击中几拳 胸口伤势更重 最终 王金阳再次爆发 一刀击溃了对方 重伤金武第三人 进 王金阳话音未落 看台上 南武的老校长忽然道 放弃 王金阳侧头看去 南武校长轻轻摇头 再继续下去 王金阳就要耽误修炼的黄金时间了 伤势过重 不是丹药可以轻易治好的 就如白洛西 之前那副伤势过重 休养了大半年 王金阳眼中挣扎之色 一闪而逝 没再坚持 脉步走下了擂台 心中却是叹息一声 王金阳一退 金武这边也松了口气 接下来的比赛 众人几乎可以预料到结果 事实也不出所料 两位四品高段的舞者 打一位四品初段 和三位三品舞者 还不是三品巅峰 这样的战斗 几乎不会出现意外 蓝武锋虽然打得极为薄命 却依旧不敌四品高段的强者 最终被人一键贯穿又笔 颓然落地 剩下三人哪怕全力搏杀 也只是一人几招的事 B组最后一战 打得让人有些唏嘘 王金阳战败了三位四品巅峰强者 蓝武依旧落败 学校整体的差距体现的淋漓尽聚 但凡还有一人能帮着出战 也不至于败落 几分钟后裁判大声道 京都武大胜 体育场外的金武学生 并未欢呼 这一战打得有些让他们难堪 魔武方平以一穿武击溃了第一军校 第一军校可比南武有名气多了 而金武打南武 三位四品巅峰 皆被一人击败 最终打到了第四人 这才获胜 胜得有些艰辛 中途甚至一度有失败的危险 此刻怎么看都显得金武不如魔武 汪哥 这么说 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咱俩要交手了 比赛到了这时候 魔武战南武 金武战第一军校 已经确定了 只看待会抽签 谁先谁后罢了 明后两天 一天一场比赛 说吧 方平又微微蹙眉道 你这伤能这么快好吗 王金阳此刻脸色发白 笑了笑道 师母以待便是 方平笑了笑 扶了扶腰间的刀 微微摇头道 这刀未必能出了 王金阳受伤不轻 李寒松也一样 李寒松再战过姚成军 哪怕赢了 也未必还有多少余力 反而是他 到现在真的没受太重的伤 如此紧凑的赛程 比得不止是实力 还有耐揍程度 其他人恢复力不如他 到了决赛 未必能全力出手 王金阳瞥了他一眼 没有再说什么 小组赛结束 对手不用抽签 抽签的是比赛时间 多一天时间恢复 在这时候 就是最大的优势 这一次没人作弊 几位宗师一起上阵 互相监督 一天时间对舞者而言 受伤的舞者也许会恢复许多 方平和李寒松上台负责抽签 这两队都是小组第一 方平看了看快毁容的李寒松 忍不住当 戴个头套行不行 很可怕的 这话一出 周围忽然有些安静 正在凑热闹的虎勇 几乎是咬牙切齿了 果然是 华师的校长还没离去 败者组现在不用比赛 不过排名还没决定 他在等待 此刻华师的校长 也深深凝望着方平 有时候 一句话会引起很大的反应的 戴头套的事 舞者很少会干 可有些人 也许就习惯了干这种事 方平脱口而出 说明他根本不在乎这个 早就习惯了 方平见状有些意外 四处看了看 见众人有些诡异的看着自己 方平忽然想到了什么 脸色瞬间发毛 看个毛啊 你们想什么呢 李寒松脸都快劈成两半了 我让他戴个头套怎么了 侧头看了一眼秦凤卿 秦凤卿目不邪视 仿佛一无所知 方平心中暗骂一句 轻者自轻 看有屁有 反正不是我干的 出签 教育部的强者 打断了众人的凝视 这点小事回头再说 方平没再废话 迅速出签 打开号牌一看 怂怂尖道 后天 老王果然运气不错 明天交手的话 他伤势未必能好 后天的话 哪怕没痊愈 也恢复得不错了 他们后天 明天自然是李寒松和姚成军 两人交手 一旁的李寒松 看了看方平 又看了看姚成军 忽然道 怎么说 姚成军沉声道 为学校 而非个人 你和他战过 我还没有呢 你已经输了 有区别吗 李寒松文言 有些自嘲地笑了笑 也是 败给了王金阳 所谓的四品无敌 已经成了空话 再次看了方平一眼 李寒松轻叹一声 也罢 事已至此 学校为重 下一刻 姚成军和李寒松 吞服多颗丹药 陡然汽水一变 众目睽睽之下 两人头顶上方 浮现出三道若隐若现的门户 三道门户一闪而逝 紧接着 两人身上忽然浮现出 五座透明的天地之桥 原本各自排列的天地之桥 此刻忽然渐渐融合 身旁几位宗师也迅速出手 四周的能量粒子迅速聚拢而来 京武和第一军校的宗师们 面前陡然出现无数气血丹药和能源石 接着就在精神力的震动下粉碎 无数气血之力和能量涌现 方平连黑的都没法看了 啥意思 到底啥意思 你突破无品老子不拦着 你俩大厅广众之下 好端端的突破 想说明什么 能说明什么 说明你们这两个失败者 不是打不过我们 是不想突破而已 而且宗师们早有准备 一切准备就绪 这是早就商量好了 那你们还废话干什么 一副不情不愿 只为学校的态度 混蛋 方平一边在心中大骂 另一边却也不含糊 精神力一动 急忙抽离气血之力和能量粒子 补充自己的消耗 京武和第一军校的宗师们 纷纷看向他 方平仿佛没看见一般 刚刚大战 他也消耗了不少 现在有免费的能源石和气血单补充 干嘛要浪费自己的财富值 他非要厚着脸皮吸收 众人也没办法 这是外界 并非他们自己的能源石和气血池 方平吸收能量恢复自己 还能打死他呀 选择在室外突破 也是为了示威 立威 方平心里不爽 非要吸收点 还真不好说什么 几位宗师哭笑不得 只得再次拿出一些气血单 和能源石粉碎 补充气血和能量